昨天選管會發出指引 如果未來9月競選立法會的候選人 需要簽署多一份聲明 聲明是要擁護基本法 要說香港是中國一部份不能分離 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這些是多餘的 如果你在香港生活 你必須要遵守基本法 還有基本法就是一個管理的小念法 就是說你和一個太太結婚 簽了一張紙 甚至乎你在教堂和上帝承諾 可能結婚之後有第三者有方法成功 其實香港人基本上要遵守法律的必然 我犯法就拘捕我 其實這個不用寫也有 所以我覺得他簽就簽 根本就是這個已經定了法律 就算是那些港族的份子 他簽了之後 我就繼續去港獨 但是這樣就可能違反了你的聲明 因為其實那些事情 主經法律有的話 那些都說不要殺人 你看這些生物一定不殺的 但是我知道殺人就跟隨便 這些是原先已經有的東西 不過是多餘 他們做一些事情出來 就是以為做一個形勢出來 阻止一些港獨人參選 其實那種不意思的 我呼籲那個人簽完 因為沒有所謂的 簽完之後說 我貴族是港獨的 你就抓我了 對不對 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限制其實 和基本法是重疊了的 是多餘的 法律的事情已經存在了 你還要說出來的 你刻意去逃避這些人 逃避不了的 法律規定了這些事情 不代表你不可以犯 你犯了就會坐牢 簡單的 那如果有一批人士 他很技巧地說 按照《基本法》裡面 是可以有一個修改《基本法》的程序 是嗎 我是按照《基本法》裡面的程序 去修改《基本法》 來達至港獨的 那你怎麼看呢 這個很詳異的 我不覺得是不可能的 因為第一 基本就是說 如果你的政治問題 是沒有永遠的結果的 因為不斷演變 我不排除大陸政府會誇徒 會分裂 那時候可能人大都說 香港不要 批出去都可以的 那不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思想 想法 但你必須知道 後果就是幾乘三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個人取向選擇的問題 我不覺得他那個想法是不行的 不過如果大陸要跨台 而政治實令到香港要脫離大陸的 這個可能是一萬年之後的事 不是現在的事 那還有就是 《基本法》是五十年而已 到二零四七年之後 就仇中正寢 那二零四七年之後 那你會有些什麼想法呢 就是你支持一國一制 還是 《基本法》再去逐多五十年 或者是 永逐永遠都是這樣 還是怎樣呢 你有沒有意見呢 《基本法》其實就是 一個多餘的產物來的 如果大陸政府 真是開放到 還會開放過台灣的 那《基本法》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說 你說了二十多年之後 大陸政府會不會好像現在的改變呢 不敢說 因為現在你看到 烏暗村都可以開始起義了 是不是 你看到你們擔心那些事情 可能會出來變化 是啊 所以我無法回答你 我無法回答你 我無法回答你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好想的話 就應該是 那個民主程度 會慢慢開放的 你特別需要有人出來走 爭取的 那些烏暗村 那些人出來就吵 那些人就吵 那些人就吵那些人 那些火愛的東西就是這樣 你沒有火鍾 那些人才不作為 好 ru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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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可以有主力的嗎